那为什么说柠檬是还没有去过台湾呢 事情是这样的 第一次要去台湾的大陆媳妇 我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呢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里跟新来的小伙伴们介绍一下 我是中国大陆江西客家女生柠檬 同时也是一个台湾准媳妇 为什么要说这个准呢 因为我的结婚之旅还没有完成 我和我的老公阿杰呢 是在去年的12月份领的大陆结婚证 那办完大陆结婚证的当天 我们就有去把我们结婚证做公证 然后寄去台湾海集会 大陆这边的流程呢就算是跑完了 所以在大陆这边呢 我们已经是合法的夫妻了 那为什么说柠檬市还没有去过台湾呢 事情是这样的 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就有计划去台湾去拜访阿杰 他的父母家人 还有顺便去台湾玩一次的计划 那计划真的是干不上变化 当我们办好我的台湾通行证的时候 就遇到了大陆暂停去台湾自由行的这个消息 那跟团的话那也是很不便的 所以我们这个计划呢就此打住了 后来台湾的家人 有在2019年的冬天过来上海旅游 然后我们就见面了 所以呢 那个去台湾的计划 那就此搁浅了 那作为现在已经是台湾媳妇的我来说呢 我是真的还没有去过台湾呢 那为什么在办完大陆结婚证的时候 我和阿杰没有立刻要返台呢 这边是因为我们工作的原因还没有交接好 再加上我们的大陆结婚公证书 它是有半年的时效 所以呢 我们就没有立刻返台 那上个月的时候 我们有在台湾海集会的网站上查询 我们的结婚公证书是已经到了 嗯 现在距离12月份过去 现在已经是4个月了 所以呢 我们已经开始要着手办理去台湾的流程 我们是计划在4月底5月初的时候 飞回台湾进行隔离 那现在因为上海疫情又变得非常严重 不知道会不会推迟我们的这一个计划 所以呢 是非常希望这一轮疫情赶紧结束 然后祈祷疫情可以早日清零 好 那作为第一次要去台湾的大陆媳妇 我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呢 那第一个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海关面谈 虽然我和阿杰谈恋爱4年 但是因为我是结了婚才第一次去台湾 所以还蛮怕海关面谈的时候会被当成假结婚 但是这个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因为海关人员怎么问我就怎么回答就好了 再加上这4年点点滴滴的照片 还有阿杰跟我的家人的合照 还有上次阿杰家人来一起的合照 好好回答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那第二个担心的问题就是 在办理好结婚流程之后 我的工作会不会很难找 你们在大陆呢已经有了7年的工作经历 有做过网络营销 民宿管理 还有咖啡师 跨度其实还蛮大的 那我对工作的态度呢 就是带着一颗猎奇的心 学好做好每一件事情 那来台湾之后呢 我想要从自己比较熟悉的行业入手 然后再慢慢学更多更有趣的东西 那现在做YouTuber是因为我喜欢摄影 记录生活 在喜欢这件事情的时候 发现可以赚取一些广告收益 那也是很满足了 喜欢你们的粉丝们要记得点赞分享哦 每一部影片开始前要记得多看几秒钟广告 这样柠檬才有更多的动力去拍摄新的影片哦 那第三件比较担心的事情 要从阿杰的美好幻想开始说起 她说我们回到台湾之后啊 她要骑上她心爱的小摩托车 随着她开着100mol速度的车车去兜风 带着我走街串巷去夜市吃东西 这美好的幻想也提醒到了柠檬 哦对 台湾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摩托车 但是 但是你们没有驾照 不知道台湾的驾照会不会很难考 因为大陆这边我也没有考过驾照 我听说这边考完驾照的话 去那边只要比试通过就可以上路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所以呢 关于驾照 你们可能要去台湾现考现拿啦 在座各位摩托们有什么好的意见呢 以上呢就是作为台湾媳妇的我 即将第一次踏入台湾的这片土地所担心的三件事情啦 各位蒙粉们也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认为可以帮助到你们快速融入台湾生活的方法哦 比如说有什么比较好的app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你们哦 那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订阅你们的YouTube频道 这样才不会错过你们之后的精彩视频哦 那除了YouTube之外 我的IG也会更新更多好玩有趣的日常 那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 今天有换新的发型 不知道蒙粉们会不会觉得 显脸大啊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你们哦